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集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互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丧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已经念诵一百万遍的药师咒 回向给您长寿 我想祈求您做我的上师 关于你 要求我做你的上师 我接受 你尝试 我也尝试 你有一份责任 我也有一份责任 你有责任听从 而我有责任引导 非常谢谢你 念诵一百万遍的药师咒 如果你能够念诵五千遍心经 以便迅速证悟空性 也会非常好 借此 你将会开展智慧 只有到那时候 你才能够止息最恐怖的业 和烦恼的牢狱 也唯有到那时候 你才能够解脱轮回的牢狱 不再陷入生死和一切苦的轮回 且必须周而复死地经历这一切 具有智慧 我便能够摆脱业和烦恼的牢狱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见自己是一个和尚 和其他僧众一起被关在监牢里 我知道自己可以逃脱 但是却被丢到河里 也许就死在那里了 这个梦境重复出现过很多次 我想知道 这是不是过去世的记忆 还有 如何用这个梦来利益他人 此刻我们还没有解脱轮回 也没有成就佛过 自无始以来 我们一直在轮回中流转 曾经多生当过和尚 最重要的是 每天修行 甚至在梦中也可以修行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梦 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意义深刻 当你在做梦时 要认知那是梦 如果在梦中 记得自己是在做梦 就可以利用那段时间行善 譬如修行佛法 不管梦中出现什么情境 你都可以加以处理 这是非常明智之举 认知到梦是梦 即使有人在梦中伤害你 也可以克服 如果在梦中看到很美丽的东西 可以借此处理贪值 无明使我们把诸法 看成真实存在 但如果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场虚妄的梦 认知梦是梦 就可以做深刻的禅修 对峙错误的观念 即使不是在做梦 不是在睡觉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梦 视梦为梦 是非常有效的彩修 因为我直接切入无明的所依 任波切曾经写给德州的囚犯铁德 一封长达十八页的信 铁德是新晋的佛教徒 刚刚获知他将在三个月内执行死刑 以下是那封信的截录 这里有几件事 是关于让你思维 如何善用你的处境的一些建议 以及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剩下来 可以让你修持的最实际的东西 即使你只能够再活一天或一小时 还是有绝佳的机会 让仅仅这一度获得的人生最有利益 即使有人只剩下一小时 还是可以在那时候受在家无戒 或大乘八观载戒 对你最好的修法 一 受在家戒 你最好尽快受持终身的在家戒 不管能够持多少条件 不杀身 不妄语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吸毒或饮酒 在受刑之前的这段时间 你也可以受大乘八观栽戒 一次受戒二十四小时 二 禅修观音并持咒 根据我的占卜 你最好修大悲佛观音法 观想观音在你的面前 一面持颂 Om Ma Ni Be Me Ho 一面观想观音流出赶路 进入你的身体 净除你的疾病 恶业 痴媚伤害和烦恼构障 每持一圈念足 其中的半圈用来观想进账 另外的半圈观想获得观音所有的功德 观音彻底拥抱一切友情 以圆满的威势力 圆满的智慧和圆满的慈悲心 能够直接通晓一切友情的心 具有圆满引导友情的所有善巧方便 三 转念 朗日唐八的修心八诵 转念法门很重要 禅修这些祭诵 而且在每一首祭之后 持诵Om Ma Ni Be Me Ho 最后 感到十分欢喜 因为你是在修持利他的菩提心 四 还要禅修空性 了之我 运聚和一切现象 都不是由他们自己那方面存在的 而仅仅是以明言存在 是由心安利出来的 五 菩提道次第愿文 如果你可以每天念诵完整的菩提道次第愿文 会非常好 例如 功德之本 每次念诵这些祈愿文 都会在你的内心种下整个菩提道的种子 让你的人生十分值得 六 光耀天女咒 每天持诵光耀天女咒三百遍 对你会很好 受行当天的修法 转念和菩提心 一 在你受行的当天 即将被处决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时 彻底皈依观音 思念观音 完全仰赖观音 二 思维愿一切具有受死刑的业和实际执行者的所有苦 都有我来代受 愿我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免于受这种苦 三 双手合掌 结礼拜的手力 向观音祈求 愿进未来世 直到成佛 都能够得到观音的引导 四 思维愿我承受一切有情被处死的业 愿我独自承受这样的苦 令其他一切有情 因而得以免除一切苦 同时获得一切无比的安乐 直到成佛 五 持续一再地如此思维 如果你怀着这种想法而死亡 舍弃自己 待其他一切有情领受被处死的苦 而且把一切安乐 布施给其他一切有情 将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将是你主要的卫一 尤其针对为你执行的法警 以及下命令的法官等人 怀着这种感受 由于他们是基于不清净的心 贪嗔无名 特别是自我爱惜的想法 造下这个恶业 而且实际付出行动 仅仅由于造下这个杀业的因 业果是将来会被别人处死五百次 如果你怀着自我爱惜 贪嗔无名的恶念而死 将会堕入畜生 恶鬼或地狱遇到 一旦堕入恶去 会继续造更多的恶业 导致再度堕入恶去 再恶去甚至只是一天 就会造下许许多多的恶业 比如十恶业等等 怀着利益其他一切有情的念头 非常有意 那是品质最佳的事 你为其他一切有情而死 意味着你不是为自己而死 这就像耶稣带其他一切有情受苦 或者释迦摩尼佛 全身施舍身肉 喂养饥饿的母虎和五只幼虎 佛舍弃自己的生命 是因为不忍他们受苦 运用被处以死刑的方便 为友情成就佛果 便形成一切有情的安乐因 不仅是现前的安乐 还包括解脱轮回 乃至圆满佛果的究竟安乐 因此 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安乐 你受死刑是大好的机会 可以为自己和其他一切有情 带来究竟的喜悦和安乐 安乐和困境都取决于自己的权势 把这些安利为安乐和困境 然后采性名言 唯有到那时候 这些经验才真正成为苦或乐 训练自己 把被处以死刑看成是有益的 使一切有情的安乐因 也是一大挑战 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苦 可以被转化成 你和其他一切有情的大安乐 这么做 你会成为赢家 这是绝妙的思维方式 懂得这些道理 透过净除恶业和击躁善业 便渴望有安乐的人生 安乐的死 以及安乐的转生 不仅如此 由于了知世圣地 真实的苦因 真实的苦 真实的苦灭 以及真实的道 你会发现 人生还有更深沉的成就 究竟的安乐 解脱轮回 你会发现 透过文 思修 可以学习 成就真实的道 只要没有消除苦因 烦恼心 和烦恼心所造的业 我们势必一再地死而复生 经历生死之间的一切苦 永无止境 世上大多数人 所认为的苦 其实非常有限 他们所想要解脱的 只是很粗分的苦 有太多的苦 是他们察觉不到的 无名的障蔽 使他们无法成就 彻底的解脱 无法追寻真实的道 在其他一切友情受苦 为自己带来安乐 如果有人为其他友情 舍弃自己的生命 经历他们的苦 把自己的安乐 施予其他友情 不但不会令自己受苦 实际上所导致的是苦的反面 带来安乐 最近西雅图 有一位女士得了癌症 蔓延到全身 医师不敢开刀 觉得那太冒险 太危险 所以他就修 自他相患的菩提心 承受友情的苦及苦因 并且把自己的功德 安乐 不施给其他友情 过了一些时候 他到医院检查 医生居然找不到 任何癌细胞 医生十分讶异 无法了解 这种禅修 怎么可能彻底治好 他的癌症 这是他们所无法解释的课题 这是修菩提心 舍弃我 而珍惜其他友情的益处之一 所以我说 你大可运用坐牢 被处死的情境 来发展菩提心 修自他相患 这些道理 佛陀的教法都谈过 但是这也是 你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从自己的经验 去体会的真相 不管是地球的问题 国家问题 家庭问题 个人问题 所有这一切 都来自于我 爱惜我 开放一切重苦之门 爱惜其他友情 当下就开启你心中的一切安乐 内在和平 喜悦 满足和成就之门 你可以克服在这一生当中 内心所有的困境 你将会有非常安乐的死 自我导向的死 也会有安乐的来世 尤其是旧静的安乐 彻底解脱所有的苦及苦因 乃至成就佛果 爱惜其他友情 是正义 带来一切友情 现前和就近的安乐 直至成就佛果 如果你做这些修持 一切诸佛菩萨 都会和你同在 在你的周遭支持你 你死时 所有的圣者 都会与你同在 如果我怀着利他的念头 将非常有益 安乐和困境 完全取决于我的心 如何诠释它们 由于无名的脏病 使我无法承办解脱 无法寻求真正的道 为了止息苦 获得安乐 我必须修行佛法 并禁除过去的恶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持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帐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慈悲至业 诸善行 十方信众 共成就 起见信念 归净土 名阳两笔 度有情 特为紫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 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 做超度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中风三十系念 超度法会 恭请广乎法师祖法 及法部指导僧众 共同临重 日期12月9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母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坊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小蒙山诗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2月17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高雄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母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高雄中山书坊 明镇宗洛洁 明镇宗洁 明镇宗洁 蜜咒金刚称的祈愿 超越了希望与恐惧的二元性 有如鸟儿飞翔的路径 就有如这样的说法 圆满道 不经武道而入 佛陀道 不经愿求而度 在你仅只是认出觉醒心的无谬无状态之刹那 即是认出任运现前的法性之刹那 你就既不需求正德佛果 也不恐惧落入轮回 如此一来 愿望即已从根本上禁除 修道即已于根本上超越行度 了解并误得这个本性 即是总结一切祈愿与单一的制药关键 真实圆满的佛意 与三界友情众生之心 其间的差别 即不外乎是了悟与未了悟心性的差别 有情众生由于未能了悟此一自信 而产生迷惘 并因这个无名而历经无数种类的痛苦 于是众生便在轮回之中流转 佛果的本质早已在众生之内 但他们无法认出 众生便在轮回 佛果的本质就在你心中 特别是具足八侠十满的人道众生 此外 个人所拥有的佛果本质 并非男子比较丰盛 而女子比较缺少 因此 即使投身为女人 并不会因此而无法证得佛果 佛果的本质就在你心中 以便众生能够认出 与了悟诸佛的智慧心 但这些了解 全都包含在上师的三字教研当中 因此 即使你学识低下 且才智薄弱 并不因此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